小鸭在街上看中了一条小金鱼 在回家的路上 一直向妈妈念叨着想买 妈妈双手提满了东西 不想理睬女儿的要求 今晚就是新年了 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忙 家中贫困置办年货 已经用去一大半存款 她不准备把钱浪败在这上面了 其实说起来 家里也有很多小金鱼 可是小鸭却认为 店里的更加漂亮 甚至提出 愿意用自己的新年礼物来交换 今天妈妈不同意 小鸭决定找哥哥帮忙 心软的哥哥 抵不过妹妹的恳求 也帮着向妈妈求情 兄妹俩死缠烂打 妈妈终于同意 拿出五百元交给哥哥 小金鱼只要一百元 剩下的钱交回来就行了 小鸭接过钱带上鱼缸 像只小鸟一样飞奔出门 但她刚走没几步 就被旁边玩耍的杂耍表演 吸引了过去 她刚挤进人群 手里的钱就被表演者看上了 这个白胡子老头 大声嚷嚷着 要观众捧个前场 顺手抢了小鸭手里的钱 大言不惭地说 小鸭惊呆了 你还有这样的操作 没有了钱还怎么买金鱼 小鸭想要拿回自己的钱 可这无耻的老头 竟然把钱放进了蛇窝里 还说 你要是想拿回钱 就自己去蛇窝里拿 看看那些毒蛇同不同意 围观的大人们在一旁看热闹 小鸭急得抠出来 另一位巡蛇老人见了 识人心 主动将钱取出 还给了小鸭 小鸭接过钱再次飞奔跑开 这一次她不敢再耽搁 直接冲到金鱼店里 雪白的鳞片圆鼓鼓的肚子 小鸭鱼可爱的模样 让小鸭也跟着笑起来 她马上就能带小鸭鱼回家了 而老板坐地起架 开口就是200块 小鸭犹豫了许久 还是决定买下 正想掏钱 却发现500块不宜而非 她再次扣了起来 这一下怎么办呀 钱没了 小鸭鱼也没了 老板建议她原路返回 也许是钱丢在路上了 一位好心的老太太提出 要帮忙寻找 两人便跟着原路找回去 一番折腾后 小鸭终于在路边 发现了那张500块钱 谁知这时候 一辆摩托车开过 纸壁被风刮进了旁边的水沟里 小鸭凑上前去 看得见全摸不着 真是让人上后 天色渐晚 老太太也着急回家 便拜托裁缝店老板 帮忙捞钱 说完便离开了 小鸭满怀期待地等着 可这裁缝店老板 一点东西也没有 她刚刚只是在应付老太太而已 谁恶嫌得没事 去做那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她自己的生意还忙不过来呢 时间长了 甚至都忘记小鸭的存在 小鸭只好转身离开 她又跑回鲸鱼店里 请教老板 帮忙把自己看中的鲸鱼留着 看着孩子可怜 老板同意一百块卖出 还把小鲸鱼捞出来 放进了小鸭的鱼缸里 小鸭放下心 又跑回到水沟棚 正好中间出来找人的哥哥 得知妹妹这一下午的经历 哥哥脸色抽急了 一点小事 你都能搞出这么多曲折来 两个人趴在帖网上 一筹莫展但谁也不想离开 毕竟这五百块 对他们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裁缝店的老板 正在向别人诉苦 吐槽自己交易了很多奇葩的客户 兄妹良也凑了上去 借机搭话 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 水沟前的那家店主 已经去了其他地方旅游 至少要等到节日过后才能回来 兄妹良坐在地上一筹莫展 看着街上的路人 哥哥灵机一动 找到拿着杆子的路人 希望能借来掏钱 而路人拒绝了哥哥的请求 这时 哥哥又注意到 裁缝店用来插锁的铁杆 向老板借来后 两人一阵倒过 还是不行 老板看不过去 也凑过来帮忙 怎么说自己也是个成年人 然而 他也没能把钱掏出来 只能让两个小孩赶紧回家扣年 并说自己会在节后 让店主把钱弄出来 保证丢不了 但兄妹良实在不敢空手回家 哥哥追上去 问了谁勾家店主的地址 抱着希望决定去碰碰运气 哥哥前脚刚走 旁边一位军人小哥 就走过来大话 他已经在这里观察很久了 小哥告诉妹妹 这个店主不在家 因为店主被邀请 去他妻子的妹妹夹完了 两地相距至少800公里 店主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而小哥前来搭话 是因为想起了自己的妹妹 他的两个妹妹和小雅差不多大 但因为距离太远 他不能朝上去看望 小雅可怜起了这个小哥 这时 哥哥回来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则被小雅不该和陌生人讲话 他告诉小雅 自己找到了店主 店主说洗完澡就过来帮忙 看来那个军人小哥是在说谎 兄妹两坐在原地干等 他们也不确定店主会不会来 求人不如求己 哥哥坐不住了 看见一个卖气球的阿富汗男孩 直接跑过去抢了木盖 回来掏钱 男孩误以为哥哥是小偷 追上来抓着不放 小雅在旁边着急地解释 男孩松开手 半信半疑地蹲在水沟前查看 这才醒了兄妹两的话 三个人轮流尝试 还是没能成功 肝子太光滑 要是可以有黏的东西就好了 就像是口香糖这样的就很好 哥哥从小雅那里要来了零钱 但也许是价格太高 哥哥想蹲在盲人老板旁边顺走一刻 想了想还是放弃了 空手走回水沟前 阿富汗男孩也消失不见 兄妹两整发愁时 男孩回来了 原来他也去买口香糖了 三个孩子相视一笑 每个人都吃到了一颗口香糖 把糖粘在木杆底部 争着要把钱勾上来 这时店主也来了 得知兄妹两是因为500块钱 把自己叫来并有些不高兴 但俗话说 来都来了 他还是愿意开门帮忙的 然而这时候 哥哥却成功把钱粘了出来 老板还真的白跑一趟 兄妹两顾不得感谢阿富汗男孩和老板 拿着钱就飞奔跑去买小鲸鱼 老板也跟着离开 没过多久 兄妹两抱着鱼缸 心满意走的回来 向阿富汗男孩道歉之后 满心欢喜的回家了 只剩下男孩握着木棍和白气球 落寞的坐在地上 白气球是1995年上映的伊朗儿童电影 讲述了七岁小女孩 将买金鱼的500块钱飘入水沟 最终 在一个卖气球的阿富汗男孩的帮助下 成功将钱取出的故事 整个故事围绕着捡钱展开 叙事风格平静自然 却并不乏味 小女孩的表演十分生动 将喜悦 沮丧 难过等心理 表现得十分出色 故事从孩子的角度 反映了成年人与儿童之间 对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观感 更从侧面反映了伊朗困困的平民阶层生活 和适合现状 也表达了伊朗对于平静安详生活的一种向往